体育方面的消息 昨天下午第29届贵州省北极熊杯围棋棋王赛在花席落幕 那么在最后一轮冠军争夺赛中 蓝仙达是成功的战胜了对手 实现了九轮连胜夺下了本届棋王赛的贵冠 贵州省围棋棋王赛 是我省棋类运动界的一项传统赛事 从1990年开始举办以来 成功的举办了29届 目前该赛事已经成为了我省围棋界相互交流和切磋记忆的平台 深受业界人士的青睐 今年的棋王赛分为竞技组和业余组两个组别进行 参赛选手无论报名参加哪个组别的比赛 都必须具备业余五段以上的实力才能拥有参赛资格 经过前期的报名资格审核认定 共有70名选手参加本届赛事 比赛采用九轮积分制进行 比赛实现采用时间加秒制 每方实现50分钟 每步骑加10秒 超时判员 经过三天九轮的敖战 蓝仙达九战全胜获得冠军 杨文九战七胜夺得亚军 王靴九战七胜 但小比分不敌洋文获得冀军 张泽军 李波 杨玉玺 蒲亦斌 谢云松分别名列四到八名 并获得相应奖金 直播贵阳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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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